下季在星期二正式展開 經歷兩年多的疫情 多倫當12個主要夏日活動終於回歸 何家碧講下 隨著口罩令取消 熱情緩和改善 令人期待的多個多倫多夏日活動終於回歸 其中包括12個重球節目 自豪洲大遊行 年度加拿大國家展覽會 爵士節 希臘美食節 加勒比大巡遊 本田賽車大賽 以至多倫多國際電影節等等 今年都會現場恢復舉行 其它各式各樣街頭節和慶祝活動 也都已經陸續舉行 市長莊德利感謝居民在疫情期間的耐心 並且鼓勵大家多多參與各項夏季活動 而省長杜格福特昨天突然現身於 紳士舉行的自豪遊行 並且在社交網站表示 經歷兩年多非實體慶祝活動後 終於能夠親身參與約克區自豪遊行 與各熟悉的面孔共同享受節日氣氛 道格福特2019年時 也在武功報下參與地區舉行的自豪大遊行